你好,我是限遊一個心靈治療師 歡迎你今天,又來跟我一起限遊我們的心靈空間 今次會跟大家講的是情緒 每個人,我想你都會的 不多不少有感覺過,經歷過一些不同的情緒 今天我們會講回,情緒是甚麼來的 以及介紹一個心靈彈性的概念 另外,如果你一直看開我們的心靈空間 都知道,我們不只是講一大輪理論 但你看到一些東西就算 我們很多時候會有一些方法 給你如何整合,去處理我們發現到新發現的東西 如何令我們成為一個更加完整的人 所以我們會介紹,當我看到情緒 我如何可以跟這個情緒溝通,去處理它 而最後,心靈遊樂場,今天會有一個很輕鬆很舒服的練習 帶給大家 準備好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情緒是甚麼來的? 說到情緒,至古有人就已經有情緒 但就因為我們太過習慣,習以為常有這些情緒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反而不是那麼多人 真的去研究情緒究竟是甚麼來的 一直去到有一個人我們要提的 他就叫做Paul Edmond Paul Edmond是一個甚麼人呢 他是一個美國的心理學家 也是一個研究情緒的先驅者 一個研究很多情緒的人 他今年80歲了,還在山 他在1972年的時候提出 他說他發覺有六種基本的情緒 包括有憤怒、嚴護、恐懼、快樂、愛上、驚奇 驚奇 你說,六種好像很少都不是真的 概括得到我們很多,還沒有說得到 所以他也繼續再做研究 到1999年的時候 他又再增加一些其他的基本情緒下去 包括有自卑、滿足、尷尬、興奮、內疚、驕傲 適懷、愉悅、愉悅的感覺 以及羞恥的感覺 他就說 他所研究的這些基本情緒 就是 無論你是甚麼種族 你是甚麼文化背景都好 都是人類所共通的 而他之後也一直有其他人 繼續去做一些不同的研究 另一個我又想提一提的 就叫做Robert Plutcher 這個Robert Plutcher是甚麼人呢 他也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本身是一個大學的教授 他的研究裏面 除了是情緒之外 亦都做了很多跟自殺 跟暴力 以及心理治療有關的這些研究 以及一些學術的文章 也發表得到 那他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在1980年的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情緒論 emotion view的一個理論 他說情緒呢 其實就好像我們 顏色的調色盤 顏色的輪 有color view 即是甚麼意思呢 跟顏色這樣 他就說 咦? 情緒呢 是有相對的 即是說 好像那個 在這個圖裏面 你見到這個輪 有些是打對面的情緒 他就說 快樂和哀傷是打對面的 憤怒和恐懼是打對面的 信任和厭惡是打對面的 驚奇和預期 驚奇就是驚奇的 沒有預期到的東西 預期就是 你覺得感覺 預計會發生的事情 打對面的 除了有這樣打對面之外 他說 還有一個特質 就是好像顏色一樣 顏色我們有 混色 黃加藍變綠 他就說 情緒一樣 這個情緒論裡面 可以在這些 八個基本情緒裡面 混合起來 就會變成另一種情緒出來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他就說 預期Anticipation 加上快樂 就會等於是樂觀 還有很多的 你可以上網查他的名字 查Emotion View 都會找得到出來 而他第三個見解 對情緒 他就說 情緒有程度 有不同的程度 就是說 舉個例子 憤怒 憤怒有輕輕的 生氣的 或者是 我真的生氣得出來 還有那種 你真的很生氣很生氣 盛怒暴露 青筋都燃了 那種 是有不同的程度的 聽下去 又完整了很多 這個講情緒的理論 比起我們說 有些基本情緒 幾個 他現在說 可以這樣混合起來 多很多 又有程度 在他講完之後 繼續也有一些不同的學者 他又繼續做這些心理學家 做這些不同的研究 越來越多 一些對情緒不同的分類 有些有四十八種分類 四十八種情緒 很多很多 而剛才所說的 Paul Edmond 甚至乎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情緒地圖 在那個情緒地圖裏 它是包括了超過一千種面部的表情 表達不同的情緒 那你說 我們一般人 叫你寫情緒 有些甚麼情緒 你說得十個八個 十幾二十個都好 都很少人可以寫得到超過一百個 他做研究 還可以有一千個 拿出來 那說了那麼多 有些甚麼基本情緒 情緒究竟是甚麼 那些人繼續做研究 在2007年 又有另一份學術文章出來了 他就給了實質一點的定義情緒 他說甚麼 他說 An emotion is a complex psychological state that involves three distinct components a subjective experience 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and a behavioral or expressive response 他說情緒是一個複合的心理狀態來的 他包含三種 三個主要的部分 首先就是主觀的經驗 生理的一些反應 以及我們行為上 表達出來的一些反應 主觀經驗 你想想 同一件事情發生 我們不同的人一起經歷也好 都會有不同的情緒生出來 而且有時我所說的那個 情緒的字眼和你所說 就算用同一個字眼 可能也有一些分別 所以這裏就是主觀經驗來的 舉個例子 有個老闆抓住兩個同事在罵 兩個下屬在罵 一個就覺得很生氣 有沒有搞錯 你是老闆而已 要不要這樣 要不要這樣說我 大家都是成年人 當然他不敢在老闆面前表露 但他很生氣 另一個同樣在 他就覺得很自卑 覺得真的我自己不好 真的我自己 所以我甚麼都做不成 已經是兩種很不同的情緒 又或者當大家一起去玩的時候 大家都是經歷同一種經驗 大家都是說 很開心 原來這一個人的開心 是一種很快樂的感覺 而另一個人說的那個開心 都是用同一個字眼 他表達到一種很興奮的感覺 又有些不同的 除了主觀經驗之外 剛才有說 還包含生理的反應 以及我們行為表達出來的反應 這個就好像我們之前有說過 身心靈互動 是啊 情緒不單止是情緒的 情緒還會馬上跟我們的生理有反應 比如說 我們緊張的時候 心會瀑瀑跳 生氣的時候 有時候臉都紅了 那你說 那我忍住 我明明有這個情緒 我不表達出來就可以了 都可以的 你又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有說過 當很多時候 我們有這些不想要的東西 就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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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那不一定會把你按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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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到這裏 轉過頭回來再繼續講一下情緒是什麼